慧宁时今,大家好,我是慧宁,法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,主要讲解卢浮宫。 今天我们来看正在巴黎举行的一个很小众的展览,大卫哈蒙斯作品展,举行的地点是皮诺收藏馆。 大卫哈蒙斯是一位非裔美国艺术家,他关注的视角跟常人不太一样,许多人喜欢光鲜亮丽吧,他却只看向街道的角落,甚至是隐秘的地方。 所以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展览,因为用的是已经被忽略的物品,一些旧物,一些被扔掉的东西,尤其是包含许多来自非裔美国人的物品,是艺术家从大街小巷,甚至从垃圾箱中收集的材料。 在工作室里,他通过重新组合,或者是简单的悬挂,让这些物品重新走入我们的视线,他们重生了。 令人惊讶的是,人们抛弃它们是因为它们太旧或者有磨损,而作为艺术品,这些旧和残缺反而增强了艺术的效果。 哈蒙斯的作品此前从未在法国艺术机构展出过,此后应该也很难得再展出,因为艺术家觉得博物馆里太明亮,太干净了。 尤其是皮诺收藏馆,高级的设计,明亮的展厅,与哈蒙斯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,而这种格格不入,更加深了艺术的效果。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和讲座,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请您点赞和订阅。 谢谢,汇令时间,法国巴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